英國國會下議院28日罕見 以台灣的國際地位為題進行辯論 辯論發起人工黨國會議員麥道高 針對聯大2758號決議做出回應 這相當於否定北京上個月 在聯合國大會上 對聯大2758決議的扭曲詮釋 53年前通過第2758號決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立即把台灣對其的代表 從聯合國及其所辱的一切機構中 驅逐出去 花三個半小時討論 拒絕中方擴大解釋 稱其企圖改寫歷史 英國及澳洲 荷蘭 歐盟 加拿大等國 無意義通過類似的友台動議 英國展現挺台力道 我方也表示感謝 二七五八號決議確實不涉及台灣 現在世界各國紛紛的為台灣發聲 所以這個對台灣都是一個很正面的鼓勵 英國力挺台灣參加國際事務 深化台英合作 國際輿論對台的支持聲浪 持續擴大 產地新聞 凱寒報導